Grey 流亂 al шgo 哈囉大家好 我是Grey 一早就收到晴天霹靂的大消息 MLB將跟進NBA停賽 雖然很難過 但以大局考量 這是個非常正確的決定 但不用擔心 Grid會在這邊陪大家尬聊 觀眾希望我把千禧年後到齊的投手篇做完 那我就來囉 如果沒有看過打者篇的 上方有連結 那話不多說 開始囉 小小半書童 Kershaw Kershaw Kern & Kershaw 無疑是MLB這20年來最具代表性的投手之一 八屆全明星 三屆賽洋獎 和一座MVP的殊榮 無疑是對他最好的肯定 在14年 用高達8x75的勝率 找出21勝3敗 ER1.77 在232局中 找出301K的鬼神成績 拿下賽洋獎不說 更加入虎王 Justin Verlander 成為千禧年後 為二拿下MVP的投手 但2016年 對Kershaw來說 確實是個分水嶺 他再也沒 找出單機200局以上的貢獻 雖然還是非常非常的穩定 但與他聯盟第一人時期的表現 確實有段落差 告別傷痛的18賽季 19賽季的Kershaw 還是找回了王牌身手 雖然開季 殷傷休養了一個半月 但Kershaw用實力 強勢回歸了明星賽 跟在賽洋獎排行中 衝到第八 2020將滿32歲的他 無疑是聯盟最頂級的投手 這位未來明年堂級球員的表現 絕對是稻奇先發最依賴的武器 同樣身為賽洋等級SI Granke 實力也不容小覷 2012年季末 稻奇開給SI Granke 平均攪出15勝 ERA 2.70以下的成績 與Kershaw相比 Granke在季後賽的貢獻 就更為穩定 在到期三年中 每一次季後賽先發 至少都能投滿六局 則是三分以下 Zack的大心臟從此展露無遺 關於在Granke最讓津津樂道的 莫過於15年 與Jack Arrieta的賽洋獎之爭 當年的Granke 不只攪出19勝3敗 1.66的防禦率 和0.844的WHIP 都為聯盟之冠 雖然敵不過當年開無雙的神A 但他和幾年的貢獻和成績 給了稻奇迷 無限的回憶和感激 從2013年加盟稻奇以來 有權陣的實質成績 一直都非常優秀的 但傷病總是他邁向S級 先發最大的敵人 E5和E6賽季 柳賢正殷傷只出賽4局 更有高達11的防禦率 大部分的球迷 認為他的旅美生涯 可能就此告終 但柳賢正並沒有放棄 在E7和E8賽季 慢慢的調整完成 更慘回全面屬於他的先發輪值 2018年的1月 稻奇隊結束一年1790萬美元的 合格報價 將柳賢正留下 而柳賢正回報給球隊的 是角出赴美後的代表作 全年角出14勝5敗 2.32的防禦率 不只拿下防禦率王 跟在賽洋獎排行中 高局第二 對於今年轉戰藍鳥的柳賢正來說 到底是繼續保持壓制力 還是慘遭美東火藥庫的炮轟 大家都非常期待 聊到普贊號 不得不說 怕無疑是韓國人 挑戰棒球最高電堂 MLB的閒區 1997年 普贊號開始大放異產 不只在該年度 未到期拿下14勝 更在接下來連續5年 拿下10勝以上的戰績 普贊號 在00賽季 角出他在大聯盟的生涯代表作 18勝 失敗 ERA3.27 與217次的三陣 當時普贊號 有高達99萬的四縫線 在與滑球 二縫線 曲球 變速球的搭配 可說是預決 普贊號 更在17年大聯盟生涯 留下高達124場的生涯勝場數 對一個亞裔球員來說 真的非常的不簡單 以千禧年後的成績來說 野貓英雄沒辦法排進前五 但他的精神和偉大 讓我不得不這麼說 如果說普贊號 是韓國人進大聯盟的先驅 那野貓英雄更是亞裔的先驅 野貓英雄 於1995年 與洛杉磯盜集隊 簽下200萬美元的小聯盟合約 沒想到當年 就以13勝 ERA2.54 236K的成績 拿下最佳新人 更在賽亞獎中 高居第四 自身讀書一格 龍捲風式投球方法 成為他的註冊商標 在走過大都會 釀酒人 老虎 和紅襪後 2002年 聯風歸巢的野貓英雄 當年已經33歲了 但他在該賽季 角出生涯年外最好的成績 16勝6敗 ERA3.39 222局 193K的成績 再次讓日志的龍捲風 席捲了洛杉磯 野貓英雄剩下留下123勝的勝場數 要是沒有野貓英雄 我們可能很難看到 後來的陳金鋒 和郭紅寺 穿上盜極衣服的畫面 除了少數的投手 07年的Brad Penny 在賽亞獎中排名第三 Derek Lowe Chad Billingsley 黑田柏樹 Ted Lily Alex Wood 和Rich Hill 都有非常不錯的表現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把後緣分開來了 順便讓大家猜猜 有誰入榜呢? 大家喜歡這個系列嗎? 希望我中哪個隊 都能留言跟我說喔 我是Grey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